第五十一集,热烈的,害羞的,却短暂的,喜欢。 周金泽走后,许随还待在原地,整个人是懵的。 周金泽宽大的掌心,揉他脑袋的那种很轻的触感还在,温度停留在头顶的上方。 许随心想,所以,刚才周金泽是摸了我的头吗? 许随正发着愣,一道声音拉回了他的思绪。 施月杰站在他面前,围皱着眉。 许师妹。 施兄,有什么事吗? 施月杰面容轻聚,眼底挂着担心。 我听说上午你在金行那篮球比赛场兵倒了,怕你出事。 怕你出事这四个字,直白又赤裸。 许随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将两人的距离拉开一些,摇了摇头,说道。 我没事,谢谢师兄。 这后退一步的动作,清楚地落在施月杰眼里。 他垂下眼睫,将里面滴落的情绪演示好。 语气依旧温柔地说。 那你这几天要吃得清淡点,都注意休息。 好,谢谢师兄。 隔天下午,上公共英语课。 许随去的时候,发现少了一小部分人。 来上课的英语老师看到这种状况,也没有说什么。 谁知道课上了一半,英语老师推了一些眼镜,说道。 现在点名回答问题,人没来的,扣学分。 谁能想到,万年宽容的英语老师会忽然来这么一招。 台下立刻跟炸了锅一样,甚至有人开始用手机在抽屉里面发短信。 英语老师要点名了,你快点过来啊。 救命,我现在来不及过去啊,你帮我打个道吧。 万一他爷点到我,谁帮你点到啊。 许随没有需要帮忙点到的人,他坐在窗边,拿着笔发呆。 阳光倾泻下来,落在客桌上。 窗外传来操场上,篮球拍在地上的声音,以及男生们欢呼鼓掌的声音。 他想起了,昨天在篮球场上,周金泽身姿矫健的像只豹子,迅猛又漂亮。 以及,他中途放弃比赛,冲过来一把抱起了晕倒的她。 其实许随很想问他为什么,一颗原本受到冷落而退缩的心,又慢慢地活了过来。 为什么?周金泽是毒药? 尝试过戒调,却发现自己更上瘾。 突然,一道略带严肃的声音,拉回了许随的思绪。 第三排靠窗最右的女生,你来翻译一下crush的意思。 上课开小差被抓到,许随不得不起来回答问题。 幸好,问题不算太难。 动词是碾压破碎,名词是果汁饮料。 坐下吧,其实crush在英语当中还有另外一个意思,作为名词。 猛兽隔离区,还叫热烈的短暂而害羞的暗链,热链。 许随猛然抬起眼,仔细回味了一下老师说的crush的意思。 他本想拿本书查阅,结果不经意一瞥,然后顿住。 草稿纸上写满了周经泽的名字。 是吗?热烈的,害羞的,却短暂的喜欢吗? 许随喝了近一个星期的白粥之后,终于慢慢恢复过了。 能够正常饮食的那天,许随发了一条朋友圈。 能正常吃饭的感觉实在太好了,无辣不欢的我跌得好惨。 朋友圈发出不到五分钟,大刘第一个赶来评论。 没有许妹妹的饭觉,总觉得差了点味道。 许随回了个磕头的表情。 他正要退出微信时,朋友圈里多了个红色的加衣。 小徒里的头像,是熟悉的葵大人。 许随眼皮一跳,眼开来看。 后来,请你释放。 确定。 嗯,不骗你。 许随看到这条消息之后,从图书馆跑回解释。 换了一件衣服,匆忙跑去了京行找出经测。 许随跑进京行的大门,朝着右手边的小道走去。 他匆匆踏上台阶时,不小心撞到一个人。 不好意思。 没事。 对方脾气看起来还算好。 许随顺着声音抬头,发现对方也穿着飞行学院特有的训练服。 面容熟悉。 呼的,许随脑子里灵光一闪,响起来。 这不是上周和周静泽篮球比赛的对手吗? 叫什么高阳? 许随点点头,绕过他们,三步两步跨上台阶。 不料,高阳旁边的一个高个子男生拉住他的手臂,语气细血地说。 呦,这不是许随吗? 这声音许随再熟悉不过,是记忆里反感的人之一。 他抬眸看过去,竟然是李森。 他在黎英镇读高一时的同学。 许随和李森认识并不深。 读书时,李森就爱巴结人,以此来冲老大。 性情恶劣,还经常喜欢欺负班里面弱小的同学。 许随心想,没想到,他竟然考到这儿了。 许随并不想和李森这类人产生过多交集。 他没什么情绪点了点头,想要睁开李森的束缚。 哪知,李森钻得更紧了。 许随今天穿了一件浅紫色的短款针织衫和一条蓝色牛仔裤。 若有若无地露出一截平坦的小腹。 柔顺的气肩发,掩在白气圆润的耳库后面。 巴掌大小的脸,整个人看起来又软糯,又乖巧。 李森上下打量了一下许随,挑眉吹了一个流氓哨。 哎,老同学,变漂亮了,啊? 留个电话呗,以后叙叙旧啊。 无论是李森说话的语气,还是此刻的行为,都让许随非常的不舒服。 趁着李森一个不注意,许随一脚踩了上去。 李森吃痛,立刻放开了手。 许随转身向前走,同时扔下一句话。 跟你不熟。 高扬文言,看向李森。 李森被许随这句话弄得面红耳赤。 他怎么也想不到,许随乖巧的外表下面,居然藏了一根软刺,让他在高扬的面前出了丑。 李森气得不行,朝着许随的背影喊道。 瞧呀没,这姿态,人家爸可是烈士。 果然,这句话一出,许随停下脚步。 下午的暖阳穿过树叶的缝隙,斜斜地打了下来。 他的背影看起来有些哀伤,就在李森以为自己能够拿捏到许随时。 许随回过头了,眼神冰冷,不紧不慢地反枪一句。 是啊,比暴发户的儿子好点。 暴发户? 这三个字精准地戳到了李森的痛点。 他三步并走两步,跨上台阶,一把揪住了许随的衣领,恶恶恶地说。 你他妈说什么? 从李森无礼地提起他的父亲时,许随得好脾气和善良,就消耗殆尽。 他自上而下地看了一眼李森,正要重复这句话。 突然,一罐气泡饮料,从不远处直直砸向李森的后脑勺,喷了一声。 与此同时,深喀色的液体,悉数倒在李森的后背。 他的衣服瞬间变得湿答答的。 李森昂昂昂头,垂着的手慢慢地握成了拳,暴躁地问他。 谁这么干的? 你爹。 第五十二集 打赌 几人顺着声音的方向转过去,李森也回头。 只见周经泽站在低他们大概十节的台阶下面,旁边站着几个朋友。 他穿着黑T恤,漱口工装裤,正在有一下没一下地把玩着手里的银制打火机。 他抬起眼皮看着李森,眼睛漆黑发亮,而且看不清楚情绪。 星红的火焰时不时地窜出虎口。 明明他是抬头看着他们,却凭空地生出了一种俯视的意味。 周经泽眼神平静地看着李森,而后者心里慢慢地发出,原先的火气消了一大半。 李森不知道周经泽会干出什么。 反而是李森身边的羔羊主动打招呼。 周经泽? 周经泽双手插兜,步调缓慢闲散地踏上台阶。 几个男生跟在后面,一下子生出强大的气场来。 李森下意识地后退一步,但仍然不甘示弱地瞪着他。 周经泽走到许随面前,驱揽着他的肩膀,说道。 走。 而这全程,他没有分给李森半个眼神。 服了,他妈的凭什么这么狂? 李森愤愤地盯着他们离去的背影,喊道。 周经泽,你知不知道许随过去找什么样啊? 我以前跟他是同学,妈子脸又肿又丑,网友照片你要不要看看。 这句话的言爱之意是,你周经泽的眼光也不过如此。 周经泽明显感觉到,自己胳膊下虚揽着的小姑娘正在发抖。 他停了下来,手回手转过身,挑了挑眉,一副饶有兴趣的样子。 是吗?我看看。 李森围言上前两步,低头找手机。 哪料到周经泽三步并坐两步走过来,直接一拳把他扔在地上。 李森的手机也被远远地甩在一边。 现场立刻混乱起来,眼看着李森就要爬起来,周经泽又补了一脚。 金庄,盛南周和大刘急忙想要过来拦住他,却怎么也拦不住。 周经泽漆黑的眼睛压着浓重的力气,发了疯一样要揍李森。 盛南周急得大喊。 你不能打,再打你就该挨挨处分了。 飞院的几率有多延,你又不是不知道。 李森被摔得眼冒尖心,捂着心口重重的喘气,骂道。 我怎么忍你够久了,为了一个女的,你居然打同学。 你就等着挨处分吧。 李森脸上露出得逞的笑容,他巴不得周经泽受处分,他看周经泽不耍很久了。 周经泽一纵身跨在李森的身上,直接拎起了李森的衣领,眼睛看着他。 给你两个选择。 一,跟他道歉。 二,以后我在的地方,你绕着走。 李森被勒得喘不过气了,朝着地上吐了一口唾沫,依然昂着头。 你算什么我得扶你啊? 比赛,你挑。 周经泽松开紧钻着李森一灵的手,李森再次被摔在地上, 后脑操着地。 提到关于比赛,李森却不说话了,他确实是样样不如周经泽。 在旁边一直没有发言的高扬,在这时却突然开口。 我跟你比。 随便。 一个月的飞行技术大赛,也就是我们第一次试飞。 教练们都说周经泽是天才性飞行员,优秀,聪明,为天空而生。 我倒想看看,是不是真的这样? 嗯。 高扬扶着李森起来,李森擦了擦嘴角的血,语气挑衅地说。 你赢了,我给他道歉。 你输了,在金行操场裸奔石圈,并大喊我是手下败将。 这赌注过于大了,盛南州他们竟扭过头来,看着周经泽的反应。 第一次飞行能不能成功,可不是玩笑。 除了实力,还有地理位置,天气风向。 也就是说,要天时地利人和,才会赢。 这个赌注太大了吧,尤其周经泽是那么骄傲的一个人。 许随想象不出周经泽的自尊心被人践踏的感觉。 他站在一旁,着急地拉着周经泽的衣袖。 算了,不要逼了,我没关系的,我们走吧。 怎么样,你敢吗? 周经泽忽然笑了,抬起眼皮,看着李森。 有什么不敢? 人走之后,周经泽就像无事发生一样,带许随去二十趟楼上的餐厅开小灶。 盛南周和大刘因为是周经泽请客,而点了双份的量。 周经泽背靠着蓝色座椅,正拿着手机玩游戏。 听见声响,他抬眸看了一眼面前的两人,发出一声极旦的耻笑。 出息。 嗨,还不是跟着许妹子沾光啊? 许随耳根微热,忙说。 不是。 一行人陆续坐下,开始吃饭。 聊了没两句,他们还是把话题转到那个赌约上去了。 大刘一边往嘴里面送排骨,一边说道。 一个月后的飞行技术考核不就是期末吗? 我听说还有个试记者要过来做个专题,那货可真会挑日子。 盛南周一想起那个身材瘦长,平日里不爱说话,眼神还有些阴语的羔羊,就有些厌烦。 他冷笑一声。 哼,这个学习经,平时再怎么努力还不是赶不上你啊? 上次模拟机是非和英语理论测试,你是第一吧? 估计是教员到处夸你,让他记上了。 周静泽微微皱眉,没有半分记忆点。 不记得了。 你说这个,我想起来了,好像无论什么比赛考核,他的成绩都排在周爷后面,除了这次篮球比赛。 大刘猛地一拍脑袋,又画风一转,问道。 兄弟,有星星吗? 周静泽懒得跟大刘唱双簧,他拧开冰水的瓶盖,喝了一口。 目光掠过对面的许随,发现许随面前的食物几乎没有动过。 许随用筷子戳着米饭,黑漆漆地眼睫垂下来,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周静泽挑了挑眉,猜测地问道。 不够辣。 许随摇摇头,他也在想赌约的事。 像周静泽那么骄傲的一个人,实在想象不出他裸奔跟人认输的样子。 那不是把他的自尊打碎吗? 要不,那个赌约还是算了吧?输了怎么办? 周静泽把瓶盖拧了回去,漫不经心地笑着,又带了一丝张狂。 我不会说。 许随回到学校后,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胡倩熙。 大小姐听了之后气得直拍桌子。 那个李浩是神经病吧? 许随,你有没有受伤? 许随刚好从便利店里买了彩虹糖,递给胡倩熙,然后说道。 我没事,就是周静泽那个打赌,没事,他有分寸。 胡倩熙大手一挥,他拆开彩虹糖的包装纸,咬了一口,酸酸甜甜的。 他再次开口说道。 不过,许随,我真的感觉我这就有点喜欢你,要不然他为啥老是对你特殊照顾啊? 许随心头一跳,但还是否认。 因为他人很好,从高中就这样了。 方浪心海的外表下,正直又善良,尊重每一个人,是一个家教很好,很优秀的男生。 许随在感情里的自我否定和敏感,让胡倩熙叹了一口气。 他看着许随,试探地说。 你要不试一下吧,跟他告白怎么样? 你都说了他很好,赵嬷嬷喜欢要到什么时候啊? 我不敢。 许随的眼里声出了退意。 嗯,要不要赌一次,他赢了就告白怎么样?试一试,说不定你就能结束这三年的暗恋了。 闻言,许随沉默了很久,最后点了点头。 好。 晚上洗完澡之后,许随还是在担心白天的事。 他发了一条信息给周静泽,问道。 飞行比赛,你不是有幽臂恐惧症吗? 两分钟后,屏幕亮起,周静泽回复道。 谁跟你说我有幽臂恐惧症呢? 高中,我听他们说的。 又隔离一会儿,周静泽回道。 谈不上幽臂,轻微的。 准确来说,是害怕又黑又密闭的空间。 比赛在白天。 许随正要回复,周静泽紧接着又发了一条信息过来。 别担心。 许随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他把手机搁在一边,披着半湿未干的头发,坐在树桌前。 他扭开了台灯,从抽屉里面拿出一本日记本。 日记本里还夹着一封信。 信纸上面有些陈旧的痕迹。 许随捏着信纸的一脚看了很久。 这封信,从他偷偷喜欢上周静泽开始,就在写了。 总幻想着能够有一天,亲手交给周静泽。 可是许随,一次也没敢递出去。 一直到现在,许随偶尔还会在信纸上图改,或者写一写。 尽管在这个年代,写信告白已经成为了一件老土的事。 许随拿着信纸,心想。 怎么样,要告白吗? 要不要,赌一次? 约定比赛的日子很快来临,因为这几天是金航飞行学院期末考核的日子。 所以许随他们在上课的时候,头顶上经常传来飞机轰鸣的声音。 飞机拖着尾巴掠过屋顶,直冲云霄。 周静泽和高阳约定的比赛轰动了整个学院。 金航的学风一向开放自由,听到学生们的赌约之后,教官和管制员并不意外。 金航飞机场上站了好几位老师,还有一名记者和一名摄影师。 张教官同管制员相识一笑,说道。 有意思,有我们当年那种年少轻狂的劲头啊。 宋记者,刚好这里有个比赛,有材料可以写了。 张教官笑得乐呵呵的,转而转头,看向飞机管制员,说道。 老顾,打个赌吧,你押谁赢啊? 自然是押我的学生,周静泽。 那,我押高扬,这小子也不错,很努力啊。 比赛开始前,一行人来到管制室。 由于周静泽和老师们提前打了招呼,老顾又疼他。 许随和胡倩熙也得到允许,一起进入了管制室,全程观看这场比赛。 画面里,周静泽穿着天空蓝的飞行服,黑裤子,肩膀上是金线袖制的飞行标志。 黑色的冒烟下,一双眼睛漆黑且锐利,头颈笔直,一贯冷峻的脸上挂着闲散轻松的笑,显得整个人潇洒又帅气。 这是许随第一次看到周静泽穿着正式的飞行服。 隔着屏幕,他的眼睛一眨也不眨,一颗心看得砰砰直跳。 飞行学员和教员一同走进了飞机驾驶舱。 周静泽坐下了那一刻,迅速地扫尸并检查驾驶舱内的设备。 教员笑着说道, 感觉你一点也不紧张啊。 周静泽咬着一根记号笔,低头把膝上吐夹,放在右侧大腿上,扯了扯嘴角。 张的,呵。 起初,周静泽还是有点紧张的,飞机启动后,一阵摇晃,继而缓缓地上升,他紧张的心情也逐渐消散了一点。 屏幕前的教官们看着高阳先起飞,这条试飞航线并不长,从京北城正中央飞至铜光,墨城,再按照固定的路线返回。 高阳驾驶的飞机型号是T-789018,周静泽驾驶的则是客机,型号是G-58017。 两架飞机先后飞上天空,飞机起飞成功,并且不再摇晃之后,自动驾驶仪启动。 周静泽这才松了一口气。 之后,周静泽开始一边看着仪表盘上的数据,一边在西上图加上做揭露,速度很快,一目十行。 可惜好景不长,在开到一半的时候,飞机出现了技术故障。 仪表盘显示,三号引擎的滑油温度过高,引擎也出现了警告信息。 滴滴滴响个不停的警告提示音,提醒着周静泽,他今天的运气不太好,飞机出现了意外的故障。 警告信息十分的刺眼,提醒着周静泽,必须尽快解决问题。 画面外的教官和管制员也没有想到,这么低的故障概率,居然被周静泽给碰上了。 许遂站在那里,手心出了汗,心想。 周静泽,一定要顺利解决。 画面切回了,副驾驶座上的教员出声。 啊,要帮你吗? 周静泽摇了摇手,抬手选择了关闭发电机,低沉的嗓音中透着镇定。 为了减轻发电机负荷,以此来降低滑油温度,所以关闭其中一台发电机。 结果操作之后,引擎页依然显示着警告信息。 现在呢?关闭安全。 他的反应,算相当快了。 画面外的管制员眼露心上,不由自主地喊了一句。 漂亮! 站在后方的许遂,也不由地露出笑容。 窗外的云层飘过,教员没有朝着周静泽束大拇指,而是横着手臂,用拳头对着他。 周静泽愣了一下,随即拨吹上条,跟教员碰了个拳。 满航的时候,飞机穿过云层,飞在墨城的上方。 蓝天下是无边无际的沙漠,大块的红色和褐色,像是拼接图,在光线的照耀下,成立一条流动的彩虹。 此时正值凌晨的五点五十九分,周静泽驾着飞机,穿越经三十一航线,越过沙漠,不经意地往外一看,愣住了。 一个橙红色的太阳正徐徐地上升,撕破了一个口子,万千金光洒向大地,物碍渐渐散去。 由于此时离太阳比平常要近,周静泽仿佛感受到了他的热度。 太阳正由呈红色,慢慢过渡为金黄色,像一个新生的宇宙出现在面前。 万千光芒,短暂又辉煌。 老师,你能帮我拍一下机舱外的日出吗? 怎么,没见到日出啊? 嗯,第一次讲。 原来真的像许遂说的那样,日出也不比日落差。 再等等,总会有更好的风景。 这是周静泽第一次开飞机的时候,遇到日出。 屏幕前,飞机明明还在返航中,管制员却一副学生已经赢了的样子,说话的时候尾巴翘得老高。 怎么样,老张,要不要七名投案?要不然,你这两百块就保不住了。 周静泽的表现虽然可圈可点,但飞行中最关键的一环,安全着陆,不是还没到吗? 我看啊,还是高阳影,他这个人比较平和,内敛,靠谱,比较稳。 周静泽锋芒太少,他身上不确定的因素太多了。 气氛一阵沉默,管制员继续开口,话是这样说没错,可是刚才你也听见了,他的操作很流畅,在跟副驾发出通信指令时,我们想的,副驾想的还没来得及说,他好像知道我们心里想的是什么,给出预判,立刻提出来,接入莫城的信号。 这小子发出的指令,都是凭一种鹰的敏锐和知觉,他是天才飞行员,真正为天空而生的。 教官沉默了半傻。 先往下看吧。 两架飞机即将着陆,屏幕前的所有人都睁大眼睛看着。 高阳的着陆几乎是严格遵守了老师教的,降落的所有操作都非常的合规合格,整个降落过程四平八稳。 张教官看得呼了一口气。 第五十四级,让人心动呢。 周青泽坐在驾驶舱内,检查完各种仪器后,对准R1跑道的中心线,与跑道形成一个小夹角,缓速下降。 周青泽表情非常淡定,甚至还有一种自得。 飞机距离地面三十五英尺高时,骨节分明的手握住操纵杆,微微地向上拉动,使得机头上台。 周青泽的状态始终是游刃有余的。 他对准跑道中线,飞机缓慢向下降,与地面的夹角越来越小。 在飞机落地的一瞬间,只有轻微地摇滑。 这对一个学员来说,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操作。 这着陆太漂亮了,无可挑剔。 你赢了。 哦,赢了。 话音刚漏,管制室内的年轻人们发出一声惊呼,立刻冲了出去。 随随,我就说舅舅不会输吧,走,咱们也出去吧。 机场的跑道内,盛南州他们冲过去,狠狠地给了周青泽一个拥抱。 大刘拍了拍周青泽的肩膀,说道。 哥们儿,你可真行,老子这次真的服你。 盛南州由衷地替周青泽开心。 跑道线外,站着高阳和李森。 高阳的表情并不怎么好看,但还是勉强着维持脸上的镇静。 他走过来,跟周青泽握手,保持着礼貌,说道。 恭喜你。 周青泽邪逆了对方伸出的手一眼,并没有回握。 而是把眼神移向一旁的李森,声音有点冷。 记得给姑娘道歉。 李森脸上的表情已经不能用难看来形容。 他不大情愿地说道。 知道了。 这时,一位女记者走过来,采访周青泽,提问他。 请问您是如何做到这么完美的着陆的呢? 谢谢。 周青泽给出了简短的两个字。 许随心想。 他压根是懒得说,抛出两个字来敷衍记者。 许随猜对了。 下一秒,女记者继续问道。 未来对蓝天有什么期许吗? 周青泽正色,朝记者抬手,示意让他过来一点。 记者听话地向前了两步。 周青泽脸上露出了一个吊儿郎当的笑容。 你猜? 记者闻言,愣在原地。 而周青泽一抬眼,看到了后面班上男生不怀好意的眼神, 立刻向后退。 周青泽班上的男生冲过来道歉。 他们把周青泽团团围住。 咱们和二班向来不怎么对付? 这回啊,你可算给大家出了口恶气。 恭喜啊,大神,又给咱们班长脸了。 是不是得请个课呀,不然说不过去。 瞧。 周青泽撂下一句,转身就跑。 但寡不敌众,男生们拽住他的裤腿不让他走。 周青泽一个亮相,差点摔倒,笑骂道。 哎,你别拽老子裤子啊。 一众男生一起把周青泽高高举起,来回抛上天空,还喊起了口号。 行了行了行了,在飞机上都他妈没你们电,老子都要吐了。 周青泽摁着自己的裤子,说话夹着三分脾气。 中间有测绘专业的同学路过,笑着调侃。 哼,都说天上飞的是少爷兵,在陆地上可不太行啊。 皮皮不就知道了吗? 反正你们在地上也是跑。 对啊,都是两条腿独立行走的动物,怎么还职业骑士啊? 这样,以这条白线为时,谁跑到红旗那儿谁就胜利,怎么样? 请啊。 一,二,三,跑! 明明是男生当中最幼稚的游戏,他们却玩得很起劲。 烈日当头,有些刺眼,许遂伸手挡住眼睛,看向不远处。 周青泽不知道什么时候,脱下了外套,他像离贤的剑一样冲向远方。 有风吹了,将周青泽的衬衫吹得鼓起来,像是海上扬起的帆。 快到终点时,周青泽反而慢了下来,转过身来逆风奔跑。 少年意气风发,还朝着他们比了一下中指,露出一个轻狂肆意的笑容。 红色的旗帜在他身后迎风飘扬。 周青泽身上的气息凶猛又顽劣,是嚣张的、轻狂的,也是让人心动的。 急风绕旗,正少年。 许随看得一颗心快要跳出胸腔来。 他这一次,心跳的频率比任何时候都要快。 对于周青泽的这份感情,令许随不断在自卑敏感中自我怀疑。 他总是自我拉扯,喜起伏伏。 可是这一次,我想靠近光源一次。 万一抓住了呢? 暗恋像是苔蟹,不起眼,在等待中蜷缩枯萎,风一吹,又生生不息。 Crush不是害羞的、热烈的、短暂的喜欢,而是害羞的、热烈的、长久的喜欢。 是持续性的动词。 一群人玩完游戏后,管制员和老师来到一众大汗淋漓的男生面前,笑着说道。 你们都要加油。 男生们抬手敬了个礼,皮得不行,说道。 进村长官就会。 管制员指了指他们,无奈地笑了笑。 随后拿出一枚徽章和一个红包,给周静泽,说道。 老张让我给你的,徽章也是你的,可有你的名字,是这次比赛的奖励。 周静泽毫不客气地收下了红包和奖章。 老公,谢了啊。 老师们走后,周静泽拿着红包,抬了抬手,示意让许随过来。 许随和胡倩熙一路小跑,来到他们面前。 许随仰头,看着周静泽,眼底有着亮晶晶的光。 恭喜你。 还得感谢你。 给,那就买汤匙。 周静泽漫不经心地笑,把红包递给许随。 在一众人的注视之下,许随也不知道哪儿生出的勇气,摇了摇头。 他的眼底透着紧张,说道。 我,我想要那个徽章。 许随跨音刚落,周围的男生开始起哄。 盛南周也在一旁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说道。 小许老师,我的测试还没开始,我也有这个会证,你怎么不要我的呀? 到底是脸皮薄心细的女孩子? 周静泽沉默很久,细长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许随看,脸上没有什么表情。 许随一颗心被弄得七上八下,打了退堂鼓。 他的喉咙干涩,垂下眼,正想说,我开玩笑的。 可这时,周静泽忽然扶下身来。 拿着。 第五十五集,被耍。 就是想留个记忆。 众人还在一旁起哄。 胡倩熙看见许随这个模样,知道她改变主意了。 为了不让她尴尬,胡倩熙挡在盛南州的面前,说道。 对啊,我们医学圣门见过身边怎么了? 盛南州,我想要你的徽章,你最好给我赢。 盛南州忽然被Q到,还是胡倩熙要徽章,她的神色有些不自然。 我当然能赢了。 一枚徽章而已,周静泽看起来并没有放在心上。 他低头看着手机,头也不抬,说道。 今天八点红贺。 周老板敞了呀。 行了,别废话了,赶紧滚吧。 一群人解散之后,胡倩熙和许随挽着手臂,走回自己的学校。 大小姐脸蛋疑惑地说道。 随啊,刚才正是告白的大好时机, 你怎么半倒是怂了呢? 没准备好。 刚才的围观群众这么多,周静泽离得又近,一跟他对视,许随就有点腿软,大脑一片空白。 况且,他是真的没有准备好。 胡倩熙试探着问道。 那你打算,今晚,可以,告白打击。 许随笑了笑,没有接话,他握紧了掌心里那枚小小的金色徽章。 暗恋就是,还没得到,就先选择了承受失去。 傍晚六点,剩下的晚霞灿烂又短暂。 许随挑了一件白裙子,随手抓了一下发尾,整个人显得干净,又落落大方。 胡倩熙给他化了个淡妆,化完之后睁大眼睛,忍不住惊叹道。 哇,随随,你太美了。 镜子里,许随敷白黑眸,涂上口红的他,多了一丝练眼之意,清纯又动人。 胡倩熙去外面接水的时候,许随趴在树桌上,犹豫了半天,最后还是拿出了那封信,揣进了口袋里。 许随心想, 端端续续写了这么多年的信,总该送出去。 周青泽先是回琥珀巷的家里写了个澡,出来的时候, 头发湿答答的,还在往地板上滴水。 他侧身甩了一项水珠,捞起矮柜上的手机,打算给外公发条信息。 周青泽搏梗上,搭着一块白毛巾。 他从冰箱里面拿了一罐冰可乐出来,坐在沙发上。 骨节分明地手握着冠身,把拉环扯开。 他喝了一口,嗓子总算是舒服多了。 而葵大人则趴在他的脚边,时不时地咬他裤腿。 周青泽心想。 最近好像有点伤火,嗓子都哑得冒烟了。 周青泽背靠着沙发,用拇指凯去手机屏幕上的水屋,把早上在飞机上拍的日出照片发给了外公。 外公很快就回复了消息。 是非结果怎么样啊? 周青泽在对话框里编辑还不错三个字,正要发出去时,手机忽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铃声。 来电显示,是施月节打的。 周青泽下意识地猝起了眉头,但还是点了接听,冷淡地问。 什么事? 施月节那边声音嘈杂,他好像换了个地方打电话。 周青泽,你现在在哪儿? 周青泽俯身,从茶几上的烟盒里面摸出一根烟,叼在嘴里。 我在哪儿?好像不干你什么事儿吧? 哥哥。 周青泽这样直接带刺的枪人,施月节却也没有生气。 他的语气依旧温和,但话里带了一点焦急。 你有时间的话,在家里一趟,爸好像要,把阿姨的牌位遣走。 我马上过了。 周青泽文言,疏得起身,连头发都来不及吹干。 他捞起桌上的手机和烟,就直接跑出了门。 周青泽骑上摩托车,猛地一踩油门,连人带车,像是离闲的剑一般朝着远处冲去。 剩下葵大人自己,站在门口,焦急地冲着他的背影,汪汪地叫了几声。 路上的风很大,呼呼地朝着周青泽吹过来。 两边的梧桐树像是按了加速键一般,快速地向后倒退。 在去那个家的路上,周青泽想了很多。 比如,他的妈妈是最优秀的知名大提琴手,选择婚姻后依然优雅又善良。 给周青泽倾注了很多的关爱和温柔。 在妈妈去世后,头七还没过,周正言就把助灵母子领进了家门, 扯着周青泽的头发,比他叫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叫哥哥。 晚风过境,冰冷又迅猛,吹得周青泽眼睛生疼。 他加快了速度,含着一张脸,不顾门卫的锁栏,直接冲进了别墅的庭院里。 周青泽把车子熄了火,静止走了进去。 一到正厅,果然看到一大帮人站在那里,助灵正在指挥着他们,要把牌位拆掉。 助灵听见开门的声响,扭头看过来。 等看清来人是谁时,助灵一愣,随即又极快地露出了一个温婉的笑容,问道。 精泽,什么时候来的,吃饭没有? 哎,你们把牌位前的果盘短走吧,我来移,怕你们做不好。 别碰他。 当周青泽说话很慢,且话语很短的时候,就意味着他发火了。 助灵的手僵在半空中,一脸的尴尬。 他以为周青泽只是介意对象是他,便开口说。 那你们来搬吧,小心一点。 左右两个穿着黑衣服的男人做事就要上前,想要把牌位搬走。 周青泽站在那里,细黑的眼睛环视了一圈,一眼看到角落里面放的棒球棍。 他垂在裤缝边的手动了一下,接着,他大步走过去,抽出棒球棍。 然后朝着一边的古董花瓶,眼睛眨也不眨地用力挥了下去。 砰的一声,花瓶四分五裂,应声碎掉。 助灵吓得当场大叫起来,而周青泽拎着棒球棍,眼神锐利地盯着他们,声音冰冷地说道。 你们再碰一下试试。 场面闹得太难看,而且动静不小。 周正言闻声从楼上赶下来,看到眼前的一幕。 气得发抖。 我只是在楼上接了个电话,怎么就闹成这样子了? 施月姐也寻着动静过来,看到吓得脸色苍白的助灵,立刻走过去,拥住她的肩膀,问道。 妈,你没事吧? 没事。 你又过来发什么疯啊? 把你阿姨吓成什么样了? 要不是妈的排位要撤,还真不爱来你家。 周正言一时语色,她分明不是那个意思。 正要开口解释的时候,周静泽疏地打断她,眼神冰冷,透着一股决绝。 您就这么容不下她吗? 以后,您就当没我这个儿子。 一句话落地,空气都静止了。 周正言勃然大怒,三步并坐两步,冲过去狠狠地甩了周静泽一巴掌。 周静泽一个亮枪没站稳,脸别了过去。 这一巴掌过来,他感觉自己的耳边传来了一阵嗡嗡的耳鸣声。 周正言大怒,你这说的是什么混账话? 我哪里容不下你妈了? 是风水大师过来算过了,让我把排位牵到另一个房间去? 你忽然跑过来大闹一通,像什么话呀? 我被耍了? 周静泽没有开口,看向施月杰。 后者站了出来,拿出兄长的架势,开始温声解释。 周静泽刚才被打得半张脸,还在火辣辣地疼。 他朝着垃圾桶吐了一口带血的唾沫。 抬头,看向在场的每一个人。 既然这样,我就不打扰你那一家团聚了。 哪天你真不要我妈的排位了,通知我一声就成了。 我带她走。 你,你这个逆子。 周正言脸上好不容易恢复的血色瞬间消失,面色清白,呼吸也不顺畅起来。 施月杰一看,周正言气得都要犯病了,连忙排着他的背,帮忙顺气。 爸,我先扶你回房吃药吧,别气上了身体。 说完,施月杰扶着周正言出去,柱灵也跟在一边。 一家三口的背影,看起来无比的和谐。 周正言扶着脑袋,哀声叹气。 请儿子,还不如身边的儿子请呢。 周正言感叹的声音传过来,周静泽面无表情地听着,锤在枯缝边的手,慢慢紧握成圈。 周静泽走出家门的时候,口袋里的手机发出了嗡嗡的声音。 他拿出来一看,是盛南州的电话,于是点了接听。 喂? 哥们,在哪儿呢?我们等你好久了。 你不知道,大刘那家伙被灌得跟孙子一样。 我上来。 挂掉电话,周静泽站在路边,沉默地抽了三支烟。 最后平复好心情,才骑着摩托车往红贺会所的方向去。 许随坐在人多的包厢内,依然感到局促。 包厢里每见来一个人,他都会下意识地看向门口,结果都不是周静泽。 失望写在许随脸上。 八点四十五,已经过去近一个小时了,他是不会来了吗? 许随俯身,拿起桌上的果汁喝了一口。 下一秒,有人推门而入。 盛南州大喊道。 你啊,怎么现在才来啊? 许随顺势抬眼,光影窃过来。 周静泽穿着黑色T恤走进包厢,他的唇角带着血红的伤口,皮肤冷白,脸上的表情灰暗不明。 整个人显得骆驼,又不羁。 有点事。 周静泽须须地看了众人一眼,在对上许随的目光时,也只是不冷不淡地点了一下头, 然后走过来,坐下。 沙发中间的人自动为他让出一个位置。 大刘坐在旁边喝得醉醺醺的,看见周静泽脸上的伤口,他一愣,说话不经大脑。 哥们儿,你脸上的伤怎么回事? 众人煞事惊声。 周静泽把打火机和烟扔在桌上,俯身找了把叉子,叉了一块西瓜送进嘴里。 懒洋洋地说。 还能怎么?路上汽车磕着了呗。 你也有今天。 今天包厢里来的人特别多,周静泽朋友多,加上他没有邪家带口的,玩游戏的玩游戏,K哥的K哥,包厢里好不热闹。 熟悉周静泽的人都知道,他今天心情不大好,气压很低,所以盛南州自觉地没去烦他。 可这样,倒是给了商务英语系的一个姑娘可乘之机。 许随对他有点印象,长相妖艳,身材还好,叫做刘思锦。 上次乐队赢了比赛,聚会时他也在。 周静泽今天的心情不爽到了极点,没有任何表情地窝在沙发上,开了一瓶XO,直接就想对瓶吹。 坐在一旁的刘思锦伸手拦住,周静泽抬起薄薄的眼皮, 溺了他一眼。 这女生也不触,笑吟吟地说道。 您想喝死在这里吗?用酒杯? 周静泽松了手,任他轻身过来往酒杯里面倒酒。 周静泽一杯接着一杯地喝酒,侧脸线条沉默又冷峻。 许随坐在角落里,看着周静泽旁边坐着一个风情万种的女生。 他在喝酒,而刘思锦吵得勾勾手指。 周静泽俯身倾听,唇角懒懒的。 女生的长发扫到他的手臂,他没有推开,也没有主动。 放浪行骸,又暧昧至极。 许随暗暗地握紧了手掌,指甲陷进掌心,传来的痛感使他麻木。 许随眼眶渐热,他收回了视线,不想再自虐地看着这一幕。 许随起身,走到点歌机的前面,点了一首歌,是薛凯奇的《齐洛里维斯回信》。 许随心想着,只要背对着他们,看不到就好了。 红色的霓虹闪过,许随握着话筒,正打算唱歌。 有人扯了扯他的衣角。 许随转身一看,是胡倩熙。 胡倩熙拉着许随的手,凑到他耳边小声说道, 许随,你出来一下。 许随温言,只好把话筒放回架子上,跳下了高脚椅。 两人手拉着手,猫着腰从屏幕前经过,走了出去。 走廊上,胡倩熙问许随。 许随啊,不是说好要表白的吗?怎么没动静啊? 许随失落地说道。 他...旁边坐着别人。 嗨,你不知道我舅舅,真要是喜欢那女的花,她早就上手了。 她心情不好的话,就那个死人样,谁都能跟她搭上两句话。 下一秒踩到她的雷的话,就不是那么好说话了。 倒是刘思锦,一直往上贴着我舅舅。 你要再不上,那女的都要趴在她身上了,跟着蜘蛛精一样。 不要怕,翠翠,你不试一下的话,永远都不知道答案,那万一呢? 好。 两人回到包厢,许随坐回角落的位置。 她的双手搭在膝盖上,还是有点紧张。 酒壮人胆,在震天响的包厢中,她默默地一口气好饮了三杯。 这是她第一次喝酒。 好了,网上说什么酒味很好让人上瘾,我怎么一点也没体会到。 盛南周恰好坐在一旁,注意到许随的反常,她关切地问道。 诶,许妹妹,你没事吧? 许随摇摇头,伸手将唇角的啤酒泡沫擦去。 她站起身来,把手插进口袋里,捏着心的一脚。 在暧昧浮动的光线里,慢慢走向周恬泽。 而周恬泽正在弯腰倒酒呢,她的脸上挂着漫不惊心的笑容,握着酒杯的手里,还夹着一支烟。 一道纤细的身影笼罩下来,挡住了周恬泽眼前的视线。 周恬泽抬头,挑了挑唇角,问道。 什么事? 许随紧张地说。 你能不能出来一下? 周恬泽愣了一秒,随即松开酒杯。 她抬手安眠烟头就要起身,不料被刘思锦拽住手臂。 她的声音一如既往地娇柔,但带着焦急。 有什么事不能在这儿说呀? 刘思锦早就注意到眼前这个女孩子了。 干净,斯文,乖巧,与这里的风月场所格格不入,却让她产生了危机感。 刘思锦故意喊得很大声,恰好有人切了一首歌,前奏是漫长的空白,只有一点点背景音。 所有人都在此刻看向这边,整个包厢不自觉地安静下来。 第57集,可以试试。 周恬泽脸上的笑一脸去,她心情不好,懒得说话,不代表刘思锦能以女朋友的身份自据。 她尊重女生,不代表她可以这样来世。 周恬泽掀起眼皮,似笑非笑地看了刘思锦一眼,眼神中藏着警告。 刘思锦心里发凉,下意识地松了手。 周恬泽起身,打算跟许随出去。 可许随物资下定决心,不想给自己留后路似的,忽然挡在她面前,挡住了周恬泽的路。 在十几个人的见证下,许随站在昏暗的包厢里,周恬泽足足比她高了一个头,她需要仰头,两人的视线才能对得上。 周围的人察觉到氛围不对劲,都自觉地安静下来。 有机灵的男生尖叫了一声,许随一颗心毫无节奏地跳着,紧张地说不出一句话来。 刚好轮到许随点的歌,没有人唱,只有薛凯奇唱歌的声音,在包厢里回荡。 歌声坚定,又带着点色味。 许随的右手插进口袋里,里面的信被她捏得便行,便搅都烂了。 明明不敢看周静泽,许随仍然逼着自己指示她。 许随黑漆漆地眼睫颤了颤,声音有点发抖。 周静泽,我喜欢你,终于说出来了。 话音高昂,人群爆发出一阵尖叫。 许随说完以后,迅速地移开眼,不敢再看周静泽。 他把手重新插进了口袋里,胡乱地找着那封信。 周静泽错愕了一下,随即漫不清心地挑了挑唇角。 不好意思啊,你太乖了。 周静泽说得很小声,应该是照顾到许随作为女孩子的自尊。 周围的人都没有听到周静泽的声音,还在那儿起哄。 在一起,在一起。 周静泽单手踏着裤带,掀起薄薄的眼皮,看了瞎起哄的人一眼。 周围人自觉今生。 意料之外的答案。 许随松开紧握着信的手,吹些眼,只觉得眼睛发酸。 还好没把那封信拿了。 是啊,我永远不是周静泽的偏好。 许随穿着白色吊带裙,露出白皙的肩膀。 即使化了点妆,但依然是素淡的,清纯内泪的。 即使喝酒,也是会把自己喝得呛出眼泪的那种人。 他乖巧,安静。 常常陷于人群中,被淹没。 像一张白纸,安分的同时又渴望着冒险。 可许随做过最大胆的事,也只是背着家长打游戏和坚持着学架子鼓。 最大的愿望,也不过是希望家人身体健康,自己能好好生活。 周静泽,放荡,反叛,而且自由。 常常做冒险的事,蹦极,赛车,赛大峡谷里跳伞,希望在某一天死去的时候,恰好能看见日落大道。 我们像是两个世界的人。 周静泽低头,看着许随红着眼,又努力不让自己哭的样子,有一瞬间的失神。 周静泽拒绝别人是常事,可面对许随,他有点不知所措。 有一种说不出的情绪。 他垂在裤缝修长的指尖动了动,想伸手帮许随擦泪。 忽然,周静泽不经意地往外一瞥,瞥见包厢门外的某个身影,恨意几乎是一瞬间涌了上来。 他的舌尖抵着夏额笑,话锋一转,说道。 但是可以试试。 周静泽这句话落地,许随不可置信地抬起眼。 随即,周围的起哄和尖叫声一浪盖过一浪。 许随人还是懵的。 这时,有人借势推了他一把。 喷的一声,有人开了一瓶香槟,泡沫喷出来。 在欢呼声中,许随一个亮翔,跌进了周静泽怀里。 他的脸颊贴着周静泽的胸膛,隔着一阵不亮。 周静泽身体的温度,轰得许随脸颊发烫。 彩带和金片落在两人头顶。 周静泽顺势,拦住许随的肩膀,对着众人笑马闹。 傻逼。 周静泽的余光里,那个人的身影相助,然后落寞离开。 周静泽收回视线,拦着许随的肩膀坐下。 他知道许随脸皮薄,虚揣了旁边的人一笑。 哎,差不多得了。 其他人也不敢闹得太过分,加上盛南州组织了一波游戏。 没多久,包厢又归于热闹之中。 周静泽收回拉在许随肩膀上的手,重新喝酒。 一杯又一杯。 许随坐在周静泽身边,心想。 还是感觉不真实。 周静泽的一句话,像过山车一般将他抛向云端。 包厢的座位有点挤,旁边的人玩游戏十分的投入, 手脚并用的比划,弄得许随的腿时不时地碰到周静泽的膝盖。 一下,两下,像他止不住的心跳。 周静泽的心情依然很差,他在沉默地喝酒。 许随感受到他的气压低,总想做点什么。 其实周静泽刚才就是脑子一热答应了, 然后就把许随撂在一边。 周遭事热闹地喧嚣,酒精让人迷醉。 周静泽喝了两大啤酒,脑海里时不时地闪过一些画面。 我妈在自杀前说很爱我, 结果呢,还不是离开了我。 周正言说, 请儿子不如身边的儿子亲, 在他们眼里, 我确实不算什么。 周静泽喝得意识不清, 想找打火机,也只是在茶几上乱摸。 他的心底掀起了一阵烦躁, 正要发火时, 眼前疏得出现了一截白偶式的手臂。 周静泽抬起眼皮, 许随握着银制的打火机递给他, 一双漆黑的眼睛, 安静又乖巧。 周静泽一愣, 结果了, 火气消了大半。 接下来, 无论周静泽下意识地想要做什么, 一旁的许随总能找到给他。 许随一直待在他旁边, 被冷落也没生气, 乖得不像话, 最多也只是让他少喝点。 周静泽低头, 吊着一根烟, 打火机发出啪的一声, 薄唇里滚出烟雾, 他脸上挂着散漫的笑。 没有听到答案, 周静泽挑了挑眉, 也不介意, 他抬手打了奶烟灰, 背靠沙发, 眼神放空, 看着眼前嬉笑玩闹的场面, 沉默且孤独。 一场聚会在近11点结束, 一群人喝得最熏熏的。 哎呀, 快点回, 还要快回去了, 宿管还有半个小时就关门了。 小他妈撞, 你可没少翻墙。 一众人勾肩搭背地走出了红鹤会所的大门, 圣南洲只喝了一点酒, 还算清醒, 他给这一大帮人叫车。 许遂扶着醉醺醺的周静泽, 想把他交给圣南洲, 结果后者强行把他跟周静泽塞进了同一辆计程车里。 嫂子, 照顾好我哥啊, 到了学校, 我给他扛回去。 许遂一脸茫然, 圣南洲的身份适应得比他还快呢。 第五十八集 美梦成真 出租车开得不算太快, 车里有一丝闷热, 许遂降下车窗, 冷风灌进了, 凉丝丝的。 风把许遂的头发扬起, 他的侧脸安静又好看。 周静泽喝醉了很安静, 他仰头靠在座椅上闭目仰神, 表现跟正常人无异。 要不是许遂亲眼看到, 周静泽喝了很多酒, 他是不会相信周静泽醉了的。 许遂偏头, 看着周静泽发呆。 突然, 前方一个急转弯连带着紧急刹车, 许遂一个惯性向左侧倾倒。 尽管慌乱中, 他用手肘撑在座位上, 可还是避无可避, 一头栽在了周静泽的大腿上。 天哪, 这简直是死亡许瞬间。 他的脸颊贴着对方, 是真的感觉到跳动和炙热。 许遂匆忙起身, 脸烧得通红。 他偷偷瞥了周静泽一眼, 还好, 周静泽还在睡觉。 许遂重新作证, 看着窗外继续发呆。 过了没多久, 周静泽睡得很沉, 他的脑袋没有支撑, 下意识地磕向玻璃, 又重新靠回来。 如此来回, 许遂担心他磕痛额头, 小心翼翼地扯着他的衣袖, 将周静泽整个人慢慢地移向自己的肩头。 因为怕吵醒他, 许遂的动作很小心, 也很紧张。 最终, 周静泽闭着双眼, 倒向许遂的肩头。 许遂侧头看他, 车窗外暗红的灯晃过来, 周静泽的脸半现在阴影里, 他的侧脸凌厉分明, 黑长的睫毛垂下来, 挺鼻薄唇, 好看得不像画。 周静泽温热地呼吸, 喷洒在许遂的脖梗上, 又痒又麻, 同时提醒着许遂, 这不是梦。 三年前在走廊上惊鸿一瞥, 至此, 许遂高中的每个角落里, 都是他。 许遂不用再隔着人群, 摇摇地看他在台上发言, 和别的女生谈笑风生了。 他也不是许遂高中做试卷时, 耳机里唱的, 我站在你左侧, 像隔着一条银河那样的, 默默暗恋的男生了。 他是我的男朋友。 车窗外的景色, 如电影一般快速倒退, 一针又一针。 有个巨大的灯牌, 写着一句夸张的广告词, 用了它, 美梦成真。 美梦成真了? 许遂低头, 看着靠在他肩头上的周静泽, 忽然开口道, 很多。 你喜欢好什么? 嗯? 很多。 周静泽宿醉了一夜, 醒来后头痛欲裂。 五点五时, 是学校出草操的时间, 一阵慷慨激昂的铃声, 把周静泽震醒了一次。 昨晚, 他实在喝得太凶, 浑身现在跟散架了一样, 以至于根本就起不来。 圣南周恰好在出草前整理内务, 看到周静泽苍白的脸色, 开口道。 你别去了, 我给你请个假。 嗯, 顺便帮我带个咳嗽药回来, 喉咙干得模糊啊。 好。 疲惫感再次袭来, 周静泽又躺了回去, 他一连做了好几个光怪陆离的梦, 一觉睡到下午两点。 周静泽起来之后, 一脸的睡眼惺忽, 为了让自己快速恢复清醒的状态, 他直接去卫生间里洗了一个冷水澡。 洗完澡出来, 周静泽上半身神面没穿, 单穿着一条裤子, 脖子上挂着一块白毛星, 就走了出来。 周静泽坐在桌前, 倒了一杯白开水, 正要喝, 脑海里一张甜静的脸一滑而过。 断片之前的记忆, 全都回来了。 昨晚某灌酒的时候, 有人给我倒了一杯水, 从那个家出来之后, 去了包厢, 许子跟我表白了, 我应该是拒绝了。 周静泽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这样的人, 就别祸害人家好姑娘了。 可当时, 周静泽看见了施月节, 牵牌卫这件事, 他分明被施月节耍了。 施月节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想让周静泽跟那个家彻底的割裂, 离他们越远越好。 所以在见到施月节的那一刻, 周静泽心底的恨意自生, 脑子一热, 就答应了许遂。 这中动了, 得跟许遂讲清楚, 老险, 要杀要管随大吧。 周静泽背靠着椅子, 嗓子疼得难受。 他以为盛南州带的药放在桌上了, 结果翻了个底儿朝天, 都没能找到。 周静泽一边咳嗽, 一边给盛南州打电话, 喂, 用的? 哎呀, 你一会儿就迟到了, 神经病。 窗外天气太好, 甚至还传来了鸟儿清脆的叫声, 周静泽拿起桌上的烟河搭火器, 揣进口袋里, 正准备出门呢, 手里握着的电话就响了。 周静泽没有看来电显示, 点了接听, 喂, 是我, 许随, 嗯, 什么事? 我有东西给你, 你要是没时间的话, 我现在出来, 刚好有事找你, 周静泽匆匆地跑下楼梯, 结果在宿舍门外, 见到了许随, 原来他走到了, 周静泽三两步走过去, 黑色的影子垂下来, 太阳有点晒, 许随站在树下的阴影里, 察觉到动静之后转过身来, 在看到周静泽之后, 眉梢立刻浮现了喜悦, 他抱紧怀里的东西, 跑到周静泽面前, 说道, 你醒了, 嗯, 许随把怀里紧抱的两个保温瓶 递给了周静泽, 有风吹过, 许随将自己前面的头发, 别到白皙圆润的耳朵后面, 我听是南州说你不舒服, 上午刚好有时间, 就煮了一点醒酒茶, 还有冰糖炖雪梨, 周静泽神情错愕地问, 煮了多久? 没多久? 其实煮这个东西, 是有点费时间的, 宿舍又不让用大功率电器, 许随只能用小火慢慢煮, 一边煮, 一边还抓紧时间, 被药物的学名, 学习和炖冰糖雪梨两不误, 梁爽还调侃, 这锅冰糖雪梨充满了药味, 周静泽看着他, 没有伸手去接, 我不喜欢吃甜的, 那我拿回去, 许随的神色有一瞬的暗淡, 又极快地调整好, 把手往回缩, 呼的, 一只骨节分明的冰凉的手攥住了他的手, 许随心口一致, 猛然抬眼, 试试吧, 从今天开始, 试着吃甜的, 许随把东西交给周静泽之后, 就匆匆跑回去上课了, 一整个下午, 他都感觉不真实, 如梦似幻, 晚上回到寝室, 许随洗了澡, 出来坐在桌前, 点亮手机屏幕看了一眼时间, 视线蹦了一下, 他在日记本上写道, 第一天, 2011年, 6月28, 写完之后, 许随手撑着脑袋在漫无边际的发呆, 周静泽到现在也没有发消息给他, 一种奇怪的, 别扭的自尊心在作祟, 于是, 许随也没有主动发消息给周静泽。 第59集, 捞月 胡倩熙坐在床上, 涂他的指甲油, 呼的, 他丢给许随好几个长条的彩虹糖, 笑嘻嘻地说道, 上次你给我吃的好好吃啊, 我就买了一箱, 酸酸甜甜的, 我也喜欢。 许随拆开糖纸, 边咬着彩虹糖, 边继续发呆, 胡倩熙则去了洗手间, 等回来的时候, 大小姐拍了拍许随的肩膀, 眼睛里流露出赞许的意味, 我随子你真了不起, 你看朋友圈就知道了, 我也是才知道的。 胡倩熙冲他几眉弄眼的, 许随拿起身旁的手机, 点开朋友圈, 万年不发朋友圈的周静泽, 竟然发了一条动态, 没有配任何文字, 只有一张照片。 下午他送给周静泽的冰糖炖雪梨, 此刻正在他宿舍的桌子上, 淡黄色的桌子, 阳光斜斜地罩在透明玻璃杯上, 落下被切割成小块的阴影, 糖水还剩下一半。 他竟然给喝了? 可以啊, 这是变相官宣吗? 周妍你够骚啊。 什么情况, 我不就是喝糕了吗? 一觉醒来, 老周居然把许妹子这颗小白菜给拱了? 我的好朋友成了我的小舅妈。 许随看得有点翻了, 他后知后觉, 心底像是裹了糖霜一样, 甜滋滋的, 仍然觉得有些难以置信。 怎么样, 小舅妈你是不是要有什么表示呀? 希希, 是真的要谢谢你的鼓励, 不然我真的没勇气。 我不管, 你说咱们请是第一个脱单的, 随保, 你要请我们吃饭。 当然好啊。 啊, 谁要请吃饭? 吃什么饭? 我可听见了啊。 梁爽拿着饭盒去食堂, 打包了一份夜香, 在门外, 听见吃的, 就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 当然是我们随随啊, 他和你男神在一起了。 男神? 周金城吗? 我靠, 那可是周金城啊, 最难抛的男人。 我靠, 许随可神了呀。 梁爽嘴里咬着的馒头差点掉了下来, 忽然就不香了。 许随见梁爽的神色变了, 以为他有点生气, 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 谁知, 梁爽下一刻扑了上来。 我, 周金泽宿舍里还有没有男神帅哥了? 有的, 他们班基本上全是男神。 许随请客的时间定在周末, 寝室的姑娘们一觉睡到十二点, 而许随已经去了一趟图书馆, 又回来了。 姑娘们火速穿好衣服, 准备化妆。 他们打算下午逛街, 晚上再吃东西。 女孩子们约会, 绝对不会比男女约会的打扮敷衍。 他们三个女孩子精心打扮之后, 走出去吸引了一众的目光。 下午在商场逛街, 简直是成了胡倩席的个人专场。 大小姐墨镜一戴, 拎着鳄鱼皮的包包, 把大小妆柜买了个遍。 许随和梁爽, 像两个直男一样, 找了把椅子坐下, 有气无力地说道, 细细, 我放不动了, 你去吧, 我们在这儿等你。 胡倩席恨铁不成钢地看了他们一眼, 带着细闪, 镶着粉钻的指甲指着他们。 你说说你们, 战动力这么弱吗, 以后还怎么让男人心甘情愿地为你们刷卡啊? 说完以后, 大小姐又扭头进了香水店, 她拿着试纸, 往鼻尖处扇了一下。 嗯, 是我喜欢的加折柜的味道。 嗯, 我要这个。 对方一身的黑西装, 背脊挺直, 一转身, 清晋苍白的脸出现在眼前, 她的耳边还带着一个脉, 而胡倩席, 一下子就愣住了。 是陆文白, 他到底在做多少份兼职啊? 需要什么? 这个。 结果, 陆文白直接叫来了同事为他服务, 胡倩席只好被友善的贵姐带去前台刷卡结账。 付完账之后, 胡倩席站在门口, 回头望了陆文白一眼。 即使陆文白对他不理睬, 他还是想跟陆文白说句话。 自从上次陆文白对他泼过冷水之后, 胡倩席就变得小心翼翼的, 他走上前去。 陆文白, 我。 我。 跟你很熟吗? 胡倩席愣在原地, 陆文白默然地从他身上收回视线, 狭长的眼尾, 连那一点厌恶都掩不住。 晚上, 一群人本来打算去吃粤菜, 可路过了一家大排档, 烧烤的香味顺着排气扇飘出来, 几个姑娘立刻就走不动道了。 红色的棚布内, 他们几个坐在浅蓝色的塑料凳上, 服务员很快上了菜单和餐具, 梁爽拿着素风菜单点菜, 许随则坐在一边, 用开水给大家烫餐去。 老板, 来一份鸡翅, 六份鸡爪, 六份鸡针, 两扎鸡肉串, 一份烧鞋子。 那, 随随, 你看你要点什么。 许随点了几羊爱吃的东西之后, 刚想问胡倩熙, 一抬眼, 发现她一脸的失魂落魄,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熙熙, 在想什么? 你要不要点东西吃? 我没什么想吃的, 再来一打啤酒吧。 还从来没见过熙熙喝酒, 你可以吗? 可以, 我签对不到。 结果烧烤和酒上来之后, 胡倩熙才喝了半罐, 眼底就有了醉意。 她拖着腮, 笑嘻嘻地看着啤酒罐里的酒。 我给你们表演个猴子捞月吧。 你们啊, 不信是吧? 还没等他们回答, 胡倩熙脑袋一偏, 就要往啤酒罐里刻, 一副实践出真知的模样。 哎, 我们信一信。 许随连忙拉住她, 梁爽费了好大的劲, 把胡倩熙往回拉。 三个女孩子闹在一起, 引得周围的人纷纷侧目。 三个青春活力的大学生坐在那里, 确实很惹人注意。 胡倩熙穿着黑色的海军风裙子, 白色极西袜, 甜美又可爱。 虽然, 此刻看起来有点疯癫。 凉爽地打扮偏中性, 也十分细精。 至于许随, 云朵白衬衫, 下摆扎进蓝色牛仔裤里, 洗肩发, 看起来清纯又乖巧。 临桌的一学男生看起来也是大学生, 其中一个男生, 时不时地把视线投向许随。 许随正打算抢过胡倩熙的酒, 不让他再喝时。 呼的, 有人敲了敲桌子。 他抬眼一看, 一个男生站在面前, 声音因为紧张而有些结巴。 能加, 加一下微信吗? 第六十集 云开见月明 抱歉 对方一脸失望地走了。 人走后, 胡倩熙坐在那里, 歪头看着许随。 宝贝 你现在可是有男朋友的人, 拒绝人是把你男人晾出来啊, 我打个电话给舅舅看看他什么反应。 胡倩熙说着, 拿出手机, 宠他抛了一个wink。 心心, 你别 嘘 喂, 舅舅 此时, 周经泽他们班刚在操场上结束了一轮体罚, 正在中途休息, 他的嗓音有点哑。 又闯祸了? 没有, 是随随。 我跟你说啊, 刚才有个男的来找他拿微信, 长得不比你差啊, 你要再不来, 你媳妇就 别说了。 周经泽听到之后挑了挑眉, 你让他听电话。 喂? 在外面吃饭? 嗯, 下午在跟室友逛街。 吃了什么? 烧烤。 晚点过来接你们。 周经泽起身, 走向操场上的方阵。 全程, 周经泽对许随被别的男生要电话的事, 只字未提, 也不关心。 许随逛完电话之后, 有一瞬间的失落。 怎么样, 我就是吃素梅, 他是不是要过来送那男的? 哪那么幼稚啊, 你喝酒了, 他说一会儿过来逮你。 许随唇角弯出一个笑容, 来掩盖自己的失落, 转移话题。 胡倩熙不以为意地撇撇嘴, 趁他们不注意, 胡倩熙把剩下的半罐啤酒喝完了。 梁爽去抢他的酒, 胡倩熙却抱着啤酒罐死死地不放, 梁爽弹了一下他的脑袋, 笑道。 小娘, 你今天怎么这么反常? 迟练了呀。 胡倩熙的眼泪跟筋豆一样, 巴达巴达地往下掉着, 许随吓得赶紧找纸巾给他。 怎么了, 怎么了? 水水,我好羡慕你啊。 是我的云开真月明。 可我也数了很久, 从高中到现在。 我是不是很胖啊? 我是不是很胖啊? 不会啊, 胖个屁啊。 谁说的, 我做他去。 兮兮, 你一点都不胖。 吴倩熙长了一张漫画脸, 大眼睛, 脸上有点婴儿肥, 身材匀称, 不过不是偏瘦的类型, 但他哪里胖了呢? 听见姐妹们这样的安慰, 吴倩熙哭得更加上气不接下气了, 他眼眶发红, 边哭边说。 可是陆文白就是嫌我怕。 喜欢一个不喜欢你的人, 真的太辛苦了。 吴倩熙说完之后, 大家都心疼他, 许随都不敢劝他别喝酒了, 一直轻声地安慰他。 梁爽子开始陪他借酒交仇。 吴倩熙喝到后面, 意识开始逐渐涣散。 许随正在担心着, 放在桌边的手机屏幕亮了起来, 显示是周青泽来电。 他点了协听, 听筒那边传来周青泽微微地喘气, 带着点笑意的声音。 教练搞体发, 一群人在沽滚上掉了有半个小时, 现在结束了, 还在那儿? 对, 熙熙喝得很醉。 等着。 随随, 一会儿你男朋友, 是不是要过来? 刚好, 我有朋友在这儿附近, 我先走了。 我怕倩眼看见你俩在一起, 太伤心了。 多看着点心心啊, 我走了, 晚安。 好。 梁霜走后, 许随扶着东倒西歪的胡倩熙等了大概有二十分钟, 他正低头看着手机, 一道鼻挺的影子笼罩下来。 许随一抬眼, 发现周青泽正在懒散地嚼着薄荷糖, 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然后指了指地上, 以及桌上倒着的啤酒罐, 问道, 你们喝的? 我没有, 是熙熙和另一个室友喝的, 当然, 我也喝了一点点。 他身体不太好, 不能喝这么多酒。 我先带他回一趟家好了, 刚好今天是周末。 说完以后, 盛南周拿过胡倩熙的包, 挂在自己的脖子上。 他蹲下来, 一把将胡倩熙背起来, 走出去打车了。 许随迟疑地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 周青泽双手插刀, 笑道, 没事。 许随从他们身上收回视线, 一转身, 差点撞向周青泽的胸膛。 周青泽抬手扶住他, 迷眼扫尸了一圈。 在哪儿? 什么? 不是有人要你的微信? 原来他说的是这个, 我没给。 周青泽摸出了一根烟, 打火机啪的一声点火, 他吸了一口烟, 看着许随, 说道, 下次再有人要, 你就把我的微信给吧。 好。 许随怀疑自己根本就没有控制好 唇角上翘的弧度, 他心里甜滋滋的, 为周青泽的在意而高兴。 虽然这种感觉, 让他觉得有点不真实, 像一脚踩在云端上。 盛南洲背着胡倩熙, 打算走出去打车, 可喝醉的胡倩熙一点也不老实, 他趴在盛南洲的背上, 手臂胡乱地飞舞, 时不时地给盛南洲后脑勺来一掌, 还配着鹰。 炸男, 大坏蛋, 你很牛吗? 放下你的身段, 胡倩熙这一举动, 惹得路人时不时飞过眼刀来, 就差没把盛南洲当成拐卖少女的人贩子了。 盛南洲忍无可忍, 腾出一只手, 攥住他的胳膊。 闭嘴。 背上的人安静了一秒, 盛南洲背着他继续往前走, 正感叹胡倩熙变乖了, 一滴滚烫的眼泪, 就滴在了他的脖梗上。 盛南洲猛然愣住, 停下脚步。 胡倩熙一边哭着, 一边抱打着盛南洲的背。 陆文白, 你喝了不起吧, 你梦里还要凶我。 盛南洲背着他站在原地, 一声不吭, 任由着胡倩熙发泄。 路灯将盛南洲的影子拉长, 显得落寞, 且沉默。 胡倩熙发泄完之后, 又挥动着自己的胳膊, 想要脱袜子, 嘴里还嘟囔。 好热啊。 抬脚。 盛南洲背着他, 把人放到长椅上, 半蹲下来给他脱袜子。 胡倩熙顺从抬脚, 盛南洲把他穿着的白色吉西袜脱了下来, 也不嫌弃, 直接塞到了口袋里。 他正半蹲着, 胡倩熙忽然俯下身来, 两人鼻尖相对。 胡倩熙黑色的大眼睛里, 映着盛南洲的身影。 雪哥, 我发现你长得蛮好看的。 您瞎多久了。 盛南洲懒得跟醉鬼唠嗑, 重新背起胡倩熙往前走。 蝉鸣升起, 晚风拂过。 身后传来绵长均匀的呼吸。 胡倩熙好像在他背上睡着了。 鹿灯将两人的影子拉长。 盛南洲问道, 那个男的有什么好? 瘦不垃圾的, 皮肤白得像个病态吸血鬼。 他不想你醒啊。 我也不想。 我们嬉戏公主, 是他最好的。 是他最好的。